為於石井山區的黃莊學校 最終都避不過停辦的命運 這家文公子的學校 在市政府區港低端人口以來 不斷遭受壓力 最終被指有違規建築 背景是國企的業主 提前解除租約 學校需要拆射 這堂是最後一堂 師生最後抗爭的聲音 來自湖北的孔甘甘 小時候也讀過黃莊學校 現在換上家長的身份 他只有八歲的兒子 隨著學校停辦 求學前路忙忙 孩子心裡是受到傷害的 我們不是劈球 我們踢來踢去是不是 我們孩子也是有自尊的 不能夠帶領學生畢業 做老師的 只能夠送學生出門 一直到最後 我要送出大門到那個馬路邊上 孩子們始終都是在讀著眼淚 萬見傳奇 這個就像那個母子分離那種痛感 一個要拉上孩子走 一個要留著孩子 私心 孩子們現在沒有大放生地哭出來 那個世界 但是 眼淚是一個滑滑的 學校隨即被圍封 部分建築物被拆毀 學校長陳欣顯 二十年前 由河南來到北京 眼見大批農民工子弟 被他入學 決定開辦黃莊學校 他批評政府打教育的主意 欠缺前瞻成 把大東東東的學校 把他們取消 如果從事的公慢學校 又不能夠放開接收這些孩子 那麼最終的結果 就會支持大量的流動兒童 認證了留守兒童 根據聯合國的人口報告 目前內地有超過六千萬個留守兒童 這些小朋友都缺乏教育和照顧 可能會引致其他社會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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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